真心話一句吧 好不好 同時也要恭喜你 謝謝 好不好 這非常重要的邀約啦 已經通過MeToo的考驗 好不好 Sandy無山如近期因為準備生產告假 節目組特別招來O.D代班 憲哥與廚金人表示 有意將主持棒交給他 你在這一段時間的表現 收視率又沒有掉 所以是要增長 比如說 呃 0.1 0.2之間好不好 如果你增加了 平均數是增加了 是 這個節目 以後 你就是大跟班 憲哥剛才是有交棒的意思嗎 你會拿去幫忙嗎 交棒的意思 交棒很久啦 已經跟這個 電視台持續不斷的溝通 另外友台那邊 我僅持兩年多了 那幾年來 我這個位置啊 真心話也是 無人能出其用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沒想到 中天是最體貼我的 幫我找到了 哎呦 不敢不敢 憲哥 幫你找到了 你可以的 哎呦 我不敢不敢啦 真的啦 壓力好大啊 很多人都說 憲哥你做得好好 你幹嘛呢 其實 如果你在一個工作行當裡面啊 16歲 做到61歲 你就知道我的心情 他已經不是好壞的人的狀態了 好不好 真心話一句吧 好不好 主要原因 演藝圈 讓我 失望啦 我是一個 永遠真心真意的人 我看到這麼一堆假面具 這樣晃來晃去 根本都假白的鑰匙 都假的 對不對 莫名其妙的人 他也可以當國民法官 對不對 然後呢 跟我是我的鐵粉 收集我的每一張照片 然後正面是這樣對我 後面是 原來是可以這樣下這種毒手 下什麼毒手呢 我就不用說了 後來他炸死嘛 假裝自殺嘛 我們只好撤高 憲哥其實現在內心還是對 他還是有點不滿 沒有什麼不滿 就是說這個世界上啊 戴著假面具的 可以活得很好 真心真意的 你就要正面遭受到 非常糟糕的東西 而我要在這裡呢 開心的說一句 我開始跟最終 都要以一個好人的姿態 進入藝衡界 離開演藝圈 對 這才是對我父母親 有很大的一個交代 你有什麼看奧運呢 有的每一場都有看 那最關心哪個運多學生 都有啊 但像小戴很可惜 這個喜敗 但是沒有關係 你登上去 奧運的殿堂打輸了 但是在我們心中的地位 絕對是一個永遠的 奧運冠軍 還有那個 敢 沒有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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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洋配 哇 那超棒的 每一球 哇 看到他們勝利的時候 趴在地上太多 對不對 很可愛 那是我看過最優雅的姿勢 對啊 太棒了 你看看 如果你不喜歡 你不喜歡 你不喜歡